继查人员随机出考题 假设办公区域发生火灾该如何应变 员工赶紧拿来灭火器 没想到来回涉水 火势依旧不减 只能下令疏散日照中心的所有长辈 确认两边逃生动线畅通 防火门也都能确实推开关上 所有值班人员不慌不忙的紧急应变 靠的就是平常扎实的训练 我们都会演练的时候都会设置一个 比如说它的起火点 像有时候会在餐厅 有时候会在男生卧室 有时候会在厕所这边 然后遇到它的不同的地点 我们会做一个紧急的 一个逃生动电的一个改善 台北市消防局第四大队执行公安抽验 这次来到市立联合医院 阳明院区的失智老人日照中心 包括消防警报系统 逃生动线 自我检查报表等 全都详实查核 并观察所有工作人员的紧急应变能力 每年会演练的一些事项 那因为已经累好了 所以我们怕他们就是固定形式不太好 所以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平时抽检他们 这个时段的那个护理师 他的主委官 他是我做的各项都能够了解 所以我们跟他护理师表现的 也是都很OK 对 也都很清楚 任何公安意外发生 都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平时多做演练和准备 灾时就能少一分伤亡及损失 台北市消防局会持续进行公安抽验 以保障民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记者邮湘亭台北采访报报 这是一个压力 压力 压力 中